现在原物料涨不停 台湾续产业生产成本也增加 农民是吃不消 广风地区农会配合政府推广种植 硬植玉米 从109年的5、60公顷 现在暴增到了160多公顷 也获得了上级单位的颁奖肯定 而目前正值生长期 农会是特别呼吁农民要加强肥培 以及病虫害的防治工作 确保产量不受影响 从109年光风地区硬植玉米 栽种面积顶多5到60公顷左右 然而在农会积极辅导推广 以及农民高度配合政府的政策之下 种植面积标速攀升 也获得上级单位的颁奖肯定 目前我们光风地区农会 配合政府的杂粮的推动 目前像我们今年111年一起 我们的推动就是有杂粮 就有鲜鲁玉米 目前我们的面积 光风的面积有123公顷的鲜鲁玉米 杂粮部分呢 我们还有就是大豆 大豆也接近90公顷 光风地区今年一起硬植玉米的栽种 面积超过160多公顷 这两年来几乎是每一期都突破百公顷的成长 目前正值生长期 农会也特别呼吁农民要加强硬植玉米的肥培 以及病虫害的防殖工作 确保产量不受影响 目前适逢我们的玉米生长期 这个部分我这边呼吁我们的农友 要注意我们的秋雪 农虫的发生 还有就是中根施肥的重要 另外呢 我们的大豆呢 目前也在生长期 目前状况都还不错 台湾黄小玉有九成接仰赖进口 但受到国际局势紧张 再加上疫情冲击 政府农政单位为了降低进口的依赖 进而提高国内黄小玉的自给率 近几年也积极辅导推广 光风地区农会更是成立大豆杂粮专区 辅导农民栽种大豆玉米等作物 尤其硬植玉米再出面积也贯全线之最 将近200多公顷 记者是预览光复采访报道